36.4 排队上车接受体温量测 有客个个难掩兴奋 在诺福特疫情风暴之后 桃园的旅游景气难以复苏 近期终于攀到曙光 桃园市府祭出三大振兴观光计划 马上获得旅行社热烈响应 推出两天一夜 入住桃园四星级饭店 每人只要千元有找 两个月没出去玩 三个月 为什么会想要来参加这个旅游 因为手发转 手发转 划算非常便宜 还住四星级的旅馆 还有带早餐 SARS一下子四个月 这次最惨 疫情应该比较轻了 能不能放松了 就是说不要再规定20个人 又不能唱歌 泳池那些都开放了 给我们生活一下 让我们可能再弹性 全台警戒之下 观光活动一暂停就是三个月 梦幻的民众迫不及待想要出游 而桃园的振兴计划 除了入住饭店有优惠 另外在旅游行程方面 只要参观户外景点 包括巴林生态古道 泰雅温泉公园等等 是否会补助700元旅费 另外8月23号开始 由民众票选出的15条旅游路线 每条行程直接补助10万元 8月32号开始自由行旅客 到桃园观光景点购买门票 都有买一送一优惠 赞啊 他收费 收费OK啊 你多少钱 一成多块 这样划算 划算 但因为现在疫情期间 所以在车辆的乘坐人数 跟分流的管控下 其实消费者的这个 出团的旅游团费 其实是增加的 那如果没有相关的补助的话 消费者会认为说 自己出的钱会比之前 出去玩的钱还要来得多 所以消费意愿就会比较低 团体旅游补助的申请状况 那目前的预约状况 已经额满 团费降低 加上市府补助 人潮自然回笼 业者看好这波振兴 能够将出油景气 谷底反弹 让面临倒闭边缘的观光业 尽快起死回生 华语新闻 陈明晏李温宇 与李嘉倩 桃园报道